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丁家鑫先生 又來了 Ben 多謝你首樂言 不敢這樣說 分享一下 始終做了這麼多年 不敢數幾多二十年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可以拿出來和大家分享 希望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如果有些因機緣際會 看到這一集又未必是這麼喜歡戲劇的朋友 希望可以打動你 改變你 多些支持我們的劇場 我有句說話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但總之我也想透過這個說話 是作為我們大家劇場裏裏製作者的朋友 我們很多時候可能用很多不同的噱頭 去吸引人進去自己的製作 引他們來看 但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有一個信念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水準 引人進來劇場其實也不是太難的 但有一點要記得你要留住他 留得住他就不要令到有些人 譬如我一直都沒有看開話劇 但因為某一個元素 因為某一個演員 或者簡單的因為戲名 或者特別一個噱頭 或者想看某一件事 來到看完之後 哇 怎麼會這樣 你以後不要搞我了 那就糟了 我們少了一個 所謂的可能性 少了一個觀眾 所以引人進去劇場同時也有一個責任 要留得住他 當然每一個人都相信自己的製作 是有水準 是好的 我不懷疑大家的出發點 但有時候要小心點 這件事我也覺得是 是嗎 上一集你跟我說你很喜歡做演員 你很喜歡演戲 是 但我坦白說 好像近年我真的不是很多 都見你做的 我自己都很想做 那你為什麼不做 你做了什麼 生活上我當然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但如果跟演藝和表演方面集中一些有關一些的 近年多了有時候去學校做一些評判 或者跟一些 我記得做了很多年 但我都很想有機會繼續 當然從別人的角度來看 或者換一些新鮮的 譬如做戲劇節的評判 學校戲劇節也好 我現在幾年都有幫忙 在學校做一些導師 我覺得這方面 正如回應我剛才剛開始說 在推廣上 以及建立觀眾群上 我覺得是有些 幫忙拉他們進來 另外也有做一些 就是晚會形式的節目 有時候來的周年晚會 慶祝晚會 或者有時候有些展覽 商品的展覽 中間是希望有些戲劇的元素 甚至說出來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也可能知道了 不知道原來我背後的原因 我過去曾經做過一些 話劇的製作 我舉個名字 譬如說 《傳說中的故事》 《龍鳳灑花槍》 是一個完整的製作 在正式的劇場 演藝學院 戲劇院的製作 但其實背後的資金 就是一個商品的資金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他不是想賣廣告 因為其實那個商品 他本身不需要靠這些廣告 但是 因緣際會 因為負責人本身 和戲劇也接觸過 亦都覺得 他是不是做到一些事情 他就在製作費上 支持了做這個製作 是正式在劇場製作 做了出來 就吸引觀眾去看 他不止的 例如我舉個例 他給了製作費 你做了一個演出 六場演出 他要求只不過是 其中一場就是專場 給自己的客戶 他的嘉賓去看 另外那五場 就可以賣票給外面的觀眾看 那變成 作為一個推廣戲劇的人 我們就多了一個製作的機會 當然是有自信 我做出來是有水準的製作 吸引到觀眾去劇場 看完之後 希望留住他 因為 正如我剛才說 多一個看話劇的機會 他們來看了 固然是多了觀眾 有些是這個商品的客人 他平時是不看話劇的 但是他看完我的製作之後 覺得有吸引 下次有機會都可以看 而事實上 我之後又聽過 有些人客說 或者他們平時不看話劇的人說 他現在又開始去看 他開始有認識到 這個 蝦頭 楊斯文 他要去看他們的話劇 或者其他 他接觸多了 認識多了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也難得有這樣的機會 別人肯做到這件事 就算 我講回 因為始終經濟是 有時又高又低 有時這些客戶 或者人客 他們不能夠 始終做一個製作 整個製作 製作費不少 有時他叫我們 在他週年的聚餐 或者一些活動裏 當中一部份做一個話劇 但我覺得他們有時 尊重我們的話劇 就是去到做那部份的時候 即是在那個宴會場地 大家開始吃吃吃飯 突然間他說 去到那裏 舉個例子 我喝完湯之後 他們會停下來 登到色埋 所有焦點在舞台上 去看我們預備了 那幾十分鐘的短劇 大家互相尊重 亦給我一個機會 我帶到戲劇的元素 去推廣出去 這件事我覺得 希望多些有這些機構 我相信都有 不是單單只有我有機會 有這些接觸 真的很難得 要有心 又有力 又有錢 是 這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 亦都有機會 跟大家值得在這裏分享 大家如果遇到那些機遇 人家問你 有沒有甚麼想法 我以前那些製作人 可以有這些推廣 爭取多些這些機會也是好 現在他們的年齡晚餐 還有幾個月時間 時事都有的 當然春明有些機會 年尾多數是多些的 剛好 你現在是否有很多時間 在播中 我又不敢大膽叫播中 在這裏做些事 盡我自己的力量 有做的 有時去學校那裏 很有趣的 講學校那裏 我想看一件事 有時有些家長 同學都這樣問 我記得我去學校戲劇 折做評判的時候 那些同學有時很著緊 一完結之後就會問 我剛才做得好不好 我有沒有機會去做演員 我多數都會這樣跟他們說 有時賀某變色知道的 我就告訴他們 坦白說 今天你只不過是一個小學生 一個中學生 你今天參加戲劇的活動 參加話劇的活動 參加戲劇的活動 絕對不代表你將來要做藝員 做明星 做話劇演員 如果你抱著這樣的心理 對不起 我覺得你是錯的 你反而應該要在這個過程上 享受去接觸這件事 無論是享受你和那班同學 大家一起去完成一個目標 那個過程也好 或者你去享受去接觸戲劇 這種藝術元素也好 或者學習一下怎樣大家一起 因為始終排練一個話劇 一定會有我們所說的妥協 你自己想盡量做到自己的男主角 很威風 但是導演可能叫你 喂 不用這麼多的 你收回一點 你覺得我可以做多些 你不讓我做多些 但是你要明白到 看戲是看整個舞台 看整個戲 現在不是只有一眼射燈 照著你一個人做自己的那段戲 除非你在做獨白 在做自己的那段 否則你要兼顧整個台的和諧 從而你要明白到 其實 最老土的說話 戲劇 反映現實 反映人生 你自己知道平時怎樣和別人相處 知道什麼時候 是你自己發福光的時候 什麼時候 是大家一起發光的時候 什麼時候 是別人發光的時候 你是去欣賞別人發光的時候 這些我覺得就是 在戲劇裡面 你透過學生的時候 接觸的時候 可以理解到 不是說你今天做的戲 就算你拿了演員獎又如何 都是一些鼓勵和一些認同 不代表你第二天 畢業就是演員的了 記得回去告訴媽媽 不要給媽媽的錯覺 就是我兒子今天是做演員 我女兒今天是演員 拿了演員獎 第二天她就去做藝園 做明星 不是那樣東西 是 我反而來最喜歡 我試過去過一些學校做評判 看到家長的參與 那些叫做家長教師會 還是家長會那些 見過有些戲 是因為她有某一些時代的背景 或者是做一些語言的故事 需要扮花草樹木那些 媽媽就來幫忙 家長會那些人來幫忙做服裝 我一定要提醒她 你要知道 不是家長們 或者媽媽做給你那件衣服夠不夠美 而是那個過程 怎樣支持你 大家一起去做好這件事 老師和家長的參與 去完成這件事 又是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她要體會 要領略的地方 這些我反而覺得她們要知道 說起很多發展上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大家一起 值得分享 亦都要讓大家知道 千萬不要標榜 當然學校戲劇節 他們很多時候都已經提醒了一些導師 或者提醒一些去做評判 要他們明白參與 明白過程 不要大家爭奪掌項 或者爭奪出線 因為學校戲劇節 而出線的形式 反而失去那個原意 我最記得有一次也是 去到一間比較特殊學校 那些同學他們是比較領的 我以為你講真的那些特殊學校 不是另外那些 那些也有 我見到最近連戲曲也有 唐氏綜合症的朋友他們參與演出 但這是比較領的 你見到那些老師 每個人都像是懲教處 參賽員 我們做評判 坐下 大家一起交流意見 有個同學生 第一句就是 怎樣 我們能不能出線 就是這樣跟他說 當時當然是打過特殊 亦都之前有些心理準備 知道這些是甚麼學校 那我就回頭 我跟他說 怎樣 你覺得剛才你的參與 你滿不滿意 要用回他的語氣 對 要用回他的語氣 首先大家先適合頻道 但是要讓他知道 你不要一坐下 就想著 我就出線了 我是想著贏的 當然贏對他來說是一個認同 我明白 其實他是想得到一個認同 所以我要讓他知道 其實你不是靠 出不出線 是不是我得到獎 那些當然是一個認同 但不是說拿不到的東西 你就沒有認同 他要知道自己在過程上 甚至同學之間 因為實際上他們做那段戲 坦白說 我當然不會說是甚麼學校 他做那段戲其實水準是有限的 比不上有很多經驗豐富 同組裏面的學校 但是你看到在過程上 雖然如果我說整隊人 好像電視劇那樣 大家萬眾一心地做 實在要求過高 但是你也看到有幾個主動 很主動的 他真是很用心地 落手落腳去做 其他幾個沒有那麼主動 雖然他出來可能沒有那麼努力 但是你看到他都育成了這件事 做好了這件事 我覺得已經看到他們有一個效果 明白他們有些特殊的背景 但是他們也透過這個戲劇活動 他領略到一些東西 他那個導師也好 監察的人也好 他們應該有機會 應該有權 或者這樣說 去接觸不同的藝術 讓他們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好的 容索我們要提醒一下他 不要掉下去那個 就是做戲的 就是自己一個自我發揮 自我膨脹 去虛榮 那樣東西 他可以在那裏得到那方面的滿足 但是同時他應該要明白 參與這個活動 是知道多些東西 學多些東西 接觸多些東西 這件事我覺得是好的 你現在在電台 也做很多文教的節目 現在就集中了在戲曲上面的東西 這件事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小時候 可能家裡的關係 就是聽戲曲 聽粵曲大的 但是以前是做文教節目 推廣、介紹、訪問 做文教節目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需要的 我記得我上星期一開始的時候 說過 為何到今時今日 那些電視節目 晚間新聞 都不能有介紹文化活動的環節呢 因為推廣是需要的 因為始終香港 你說現在參與戲劇的人 是多了 因為我絕對不希望 我剛才都回應 不是說去到學校 看到那些同學參加劇社 他日後就一定要參與戲劇的工作 但是那些是觀眾 我們推廣的東西 始終你做戲 是需要有觀眾來看你 來支持你 一個戲 你說我老套也好 我覺得一個戲裡面 怎麼都要有一些正面的訊息 就算你用反面教材的方法都好 你都要有一個正面的訊息 傳遞給觀眾 如果看了一晚戲 大家都不知道為甚麼 我覺得是浪費的 浪費資源、浪費時間 所以這件事是需要的 我自己也很希望大家 戲劇工作者 從業這件事 要參與的時候 要記得這件事 要帶到一些訊息 交到給觀眾 你用甚麼途徑 各思各法 可以 但就不要忽略這一點 你是戲曲那方面 主要現在就是做 是 做一些戲曲的節目 播一些戲曲的歌 亦都有做懷舊的歌 就是幫別人請假 替你替代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播一些舊的歌 你會有少少功名 是中西的懷舊 但我覺得是多姿多財 我自己這樣說 是 但還不是正職 其實不是一份工作 正如所說出一份糧 是 是 就不同了 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劇界的朋友 就是自己有份工作 公余參加戲劇活動 當然有些更加 人人都 大部份人 我又不說人人 大部份人都希望 做自己喜歡的戲劇活動 來養活自己的興趣 發達就不要想 大家都不要想 數了數了都數不到 是 但做到自己的興趣 已經很好 其實好過發達 我覺得 始終一個人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無論是工餘也好 或者是職業也好 你生活又少了那麼多壓力 自然 你夠吃 就算了 吃得多少 真的 是呀 我覺得這是真的 人都少了一些壓力 你見到有些人 爭崩頭爭 人爭去餵什麼 是的 你在香港劇壇 也有一段長的日子 你怎樣看現在 你現在還有 是的 但你怎樣看現在的劇壇 由你那時候到現在 你覺得那個變化最大是什麼 或者有些什麼 令你覺得感受是最深刻的 我覺得是 事實上無可否認 有了演藝學院之後 都是今天講演藝學院 這麼多屆畢業的同學 在製作上的專業是好做的 整個參與演出的氣氛更好做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我看到有些演藝 無論是讀戲劇前台的 讀舞蹈來幫忙 在戲裏有些舞蹈的部分 讀舞台管理的 讀舞台管理來幫忙做的 整個專業化 令到那件事 因為我覺得過程很重要 參與戲劇活動的過程很重要 所以我一聽見有人說 我演戲是很享受 或者最追求的就是 謝幕的時候 觀眾的掌聲 我覺得容許我講一聲 太膚淺了 是個過程的 當然那裏是有一些掌聲 是對你一些認同 對你一些認可 一些加許 掌聲多是會 所有人都會覺得是開心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 在過程上 由你開始參與 或者做策劃的人 開始籌備的時候 你就已經 在那時候 你就已經開始拿到 你自己 應該當中 要 無論你想追求的成功感 或者是一種認同感 或者是一種貢獻 對那件事 你都要在那裏 就要做 所以那些人告訴我 我不知道 演戲排了那麼久 我就是想在台上 拿到那種光芒 那種光彩 我覺得 不是在那裏的 在過程上 你想想 正如我剛才也有說 整個過程 大家有多少參與 大家一起共同做好這件事 之間有很多的妥協 就好像悲觀那些說 大家一起的協商 或者達到一個藝術上的目的 一個目標 一個水平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 我完全不能夠接受 我聽過有人說 我最喜歡就是做話劇的時候 蝦碌去執山 哪有人會追求這件事 對 如果出現意外 你能夠解決到台上 是一種技巧 好 也可能你會覺得 大家拿出來講的時候 茶餘飯後 佛賞當年的時候 很值得大家拿出來分享 甚至你做得好 你可以拿出來沙塵一下 但你千萬不要想 我在台上 黑色了 我解決 我就是期待這件事 沒有人希望 那個演出出現問題 是的 所以我不能夠接受那些人 每一次演出的時候 我就要製造一些意外出來 來表現我自己 或者他自己 在那裏那種執生能力 是刺激 就是 用一些 我叫陷阱 他可能是一些小的玩笑 來刺激人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疑 是錯的 那方向是完全錯的 是 那你有沒有試過 真的有些天然的黑色 你怎樣去解決了 哦 少一些 我只試過有一次 有一次在澳門的演出 真是我們俗語所講的 法台溫 出到台後 忘記了台詞 是啊 真的忘記了什麼台詞 但我一擁進去 說不到 大家看到我 有些動作 有些拖延 大家同台 這個就是所說 大家同台知道 大家會鬥的 所以有很多時候 說你記台詞 不只是記你自己那些 你要記對手那些 當你知道對手說不到的時候 你怎樣去提示他也好 或者你幫他說也好 令到他可以繼續做下去 讓大家聽下去 我就比較幸運 少一些 有時候試過有些 當然大家一齊 我看過對手 他不騷就開始脫 觀眾在這邊 他不騷就很危險 在這邊脫 我看到 觀眾看不到 那怎麼辦呢 要控制自己 留在角色那裡 不要讓他脫個不騷 印到你 這些很少的瑕疵 但是我都算是幸運 比較少一些 同台的友大 很多時候不是發生在身上 我記得有一次 是 等那個人說 他自己的獨白 他真的是獨白 在台上忘記了 他就是 兜來兜去 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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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慘的是 因為有時候角色關係 我不可以提他 不可以強行 難道當著那麼多觀眾面前 你要說什麼 什麼 誰人都知道 你真的很傷害他 傷害他的同時 不僅僅 還會傷害戲的發展 因為你令到觀眾起空 觀眾知道他錯 那些觀眾 他自己知道 觀眾知道他錯 更慘 可能會更加慌亂 這些也是你 技巧的地方 還有要小心的地方 是 講起來 我們經常這樣說 很多時候 那些朋友說 真的可以寫一本書 什麼哈魯大傳 劇團看到的怪現象 當然 沒有人夠膽說 我可以寫一本 因為始終 大家一起 共同參與 共同在這個戲劇圈 努力 誰人夠膽說 我是最有資格 寫這件事 還有很多前輩 在前面 應該可以做到這件事 但譬如這些節目 我覺得是值得有的 大家拿出來 分享一下 看看時候 刺激一下大家 得淡笑 或者知道 了解多些 真的大家分享一下 那個經驗 很多事情 可能認識到很久 未必你那一刻 是剛剛想起要說那些事情 所以我們很喜歡 看完戲之後 大家一起坐在宵夜 是的 講起來 比較無雙大雅的同時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 這個很好 好 我們將來約多些看電影 是的 看完戲 撞到 因為有時約了 好像很刻意 有時撞到 例如今天看電影 看見哪幾個 平時比較熟絡的 可以口沒遮難 聊聊聊天 可以嗎 待會看完戲 喝杯飲料 坐下宵夜聊聊 好 我們等到這個機會 好 多謝Ben 多謝 拜拜 多謝Ben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多謝